我没染 说实话 我染染几分钟就搞定 有啥必要啊 把真实自己给你攒一攒起来 看看你怎么样 说你真实的面目 不染 你说小虎了 变成完了又有小十岁 满脸苍苍一装装的汗 没有 那要苍苍 不定双股白沫了 我不是像人家贴的面目 还行 这男人当中 这就算精华了吗 喝多也透 去摩托也上树 反正一百个女儿也挑不着一个 保养不了吧 这已经都完了 但是姐姐这碗没有闻啊 没有 总包也好 没有做 那你说我俩差一岁 能唱上半一岁吗 这边大树级 你赢那边 是不是 可别人哪 太夸张了 说 感觉电视里那个比他本人要年轻个几岁 见了之后觉得稍稍有点老 那同志人哪 那六十多岁了 那能啥样 这就算保养得不错了 见到真人后 吴大姐虽觉得马大哥因为没染头发 略显比电视上老了一点 但也比同龄的男士要年轻 好感度依旧啊 而马大哥这边呢 对吴大姐的评价就是挺好的 长得比自己年轻 随后 吴大姐主动向马大哥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 我是铁路退休的 2009年退的 铁路哪段呢 防诊段 挺好 然后那个两个儿子都成家了 俩人挺称的 我这些年自己带着孩子 给两个孩子成家 然后他们工作到这种程度 这是他俩的工作 我这两个孩子都没上大学 能给他安排这样的工作 老大是公务员编 现在 所以我也是很羞 儿子在什么那位 大的在省仁房区 小的在一起 我俩儿子这财富现在 好了我爱人是病悟的 上午 07年 05年就确诊直上癌 然后两年以后又接上癌 这会转移到骨癌 总共是12年病成 07年没的 07年20分没的 然后这些年带着俩孩子 我们小不得儿是 今年雨月2号结的婚 你是两个儿子都得培养出去 一个女人培养两个儿子 那容易吗再说 还不容易 在原来的丈夫还有病 12年病了 对 咱就病了 成为一个女人照过三个男人 这人咱挺佩佛的 对于吴大姐 一个人把俩孩子拉扯大 在帮俩孩子成家立业的事 马大哥听后直竖起大拇指 表示佩服 而接下来吴大姐说 现在自己孩子继续做着保险行业时 这马大哥更是感叹 女强人呐 反正因为那天我也挺担心的 我跟小举一说 我说你先跟那个马先生打下招呼 因为好多人 就我们这单人 就咱们这个五九的那哈 已经接受不了这个行业 反正我说如果他能接受我这个工作 我就跟他拉见面 要是不接受 那就不接 你说你的工作我不能反对 我不能说你 因为我咱们见面以后 把你工作辞了怎么立的 是不是 保险的工作其实挺好 有工作 我刚才听他说那两句话 就是说他能接受我的工作限制 这点我也挺开心的 最马他不排斥我的工作限制 你要是说瞧不起我是一个做保险的 那一切都面谈 之前吴大姐最担心的就是马大哥 接受不了自己现在的工作性质 听马大哥说能接受 这吴大姐心里的一块石头 算是放下了 随即俩人开始的生活习惯方面的交流 看这样好像能喝酒 能喝 酒能喝 一高兴一忙整一劲没事 大家喜欢喝酒的人吗 不太喜欢喝酒的人 云上午到的也喝完了 喝酒的人喝完了以后上来那个劲 就不是这个人的思维 现在一口都不喝 以前要喝 现在就是一按理计调 一天抽脱了 一天啊 你还不得一喝半喝呢 大姐也不喜欢抽烟呢 肯定的 我就知道 他不喜欢喝酒的人喜欢抽烟呢 你说 我怕文贤味 我也知道抽烟不好 他改不了 他就说 我就这个 就这么点喜好了 没有别人 有些东西 生活习惯 你就得彼此想在一起 你就得相互接受 你不能说按部就班 走按你那个生活习惯 强迫别人接受 我们这个年龄断了 你要是想 谁想改变谁 那就是战争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 出去看看吧 做完有些东西不是说的 你刚一见面 你什么都打到你那啥 了解了解呗 我这人不是说的 谁都行 我肯定也是要跳一跳的 所以说 他更方便 我觉得还可以 现在你在哪儿 第一 你身高啥都够 也都是我希望的 第二 就是两个儿子 对不对 你能给培养出这么优秀 就是我觉得 这人都非常 很强的 自己工作还一摊 但是我说一条 说一条从我自己想 在我这两个什么理念 就是铁匠打铁自信 我总觉得我 跟你俩在一起 不如你 自亏不如 是不是 那也不能那么紧 不是 不是说 那你看我 如果说 我这人也很强硬的 如果说我各方面条件 我都那么优秀 那我就可以直接指发你 来吧 就你了 我就敢说这个 但咱确实 毛病还有很多 对不对 有的是批我优秀的 就是 你看着说身高 然后看着演员啥的 那只是外表 如果你要是 九德说的 我方便便便 或者怎么的 像你说的那样 因为这个事 然后 那个 不想出 那也行 还是咱俩原本里的 反正你随意 人说的非常在理 非常包围 我总考虑就是啥 找人家差在啥 你说啥 我跟你们在一起 我总觉得有无形 不舒服 真的 不舒服 行劲就行 不行就不行 真的我跟你说 对我就是 你不得劲 回来的路上 马大哥跟我们的红娘说 吴大姐确实很优秀 不过她也看出来了 吴大姐是她驾驭不了的 那种强势的女人 她呢还是喜欢 相对娇小温柔居家的女人 而在喜欢马大哥的这些大姐当中 还真有这么一位 巧的是 这位大姐也曾经上过我们的节目 而且大姐说了 自从在电视上看到马大哥之后 马大哥就会经常走进大姐的梦里 大姐 等着急的吧 刘玉杰 61岁 退休金2000元 丧偶 跟儿子儿媳同住 这楼底下有你养的流浪猫啥的吗 有 我喂饭的那地儿 在哪儿啊 就在这儿 这个铁桶 有多少只毛啊 有七八只的 就弄这么一个 弄这么一个桶 然后它下雨还交不到 之前节目中刘大姐说啊 自己喂养过流浪猫的事儿 今天现场 我们就看到了刘大姐 喂养流浪猫的地方 猫粮 就是一买就是买一个五袋 能吃几个月 两三个月了 那你一年 然后到夏天我就不咋给量的 就量总放一些 但是那个平时吧 我就天天给它和饭了 比如馒头 它饼子 米饭 然后给它买点鸡干啊 家里有什么好东西 那天我给它煮几鸡蛋 我说他们总吃不着鸡蛋啊 哎呀 敢照顾自己的孩子 肯定不吃 吃煎黄 嗯 那你一年就是基本上 就是喂流浪猫得花多少钱 反正一次就是买一百块钱的吧 猫粮 能吃两个月吧 我喂了十二年了 十二年 哎呀 那算算这笔账看啊 那个 几千块钱吧 几千块钱吧 五六块钱 十二年如一日的 自废喂养着楼下的流浪猫 这足以看出刘大姐的善良啊 刘大姐说 自己现在跟儿子儿媳一起住 上次录节目 因为儿子儿媳都放假在家 怕不方便 所以啊就没邀请红娘到家 这次儿子儿媳都上班去了 不怕不方便了 哎呀我看看你的小家 好干净 怎么觉得什么都没有的感觉呢 就这么板着呢 总这样 啊 必须得这样的事儿了 哦真的到你家就特别静 别乱是不是 对对对对 我也不喜欢家里堆的好多好多好乱 那我就不行了 受不了 哎呦我都不知道我有洁癖 是吗 太那啥了 就太完美 我都觉得很累我这样 怎么个洁癖法 就是什么都得板板正正 哩哩嗦嗦嗦的 一进刘大姐家屋里 给人的感觉就是整洁干净 刘大姐说 从年轻时就有点小洁癖 干啥都得像模像样的 这是儿子屋了 啊这是儿子儿子的屋 啊 这个厨房也好干净 哎厨房也干净 厨房必须干净 我的观点就是厨房必须点晾 然后什么都晾不能有一点油脂 啊 那你基本上做完菜是会有得擦的 没就是做完随手就擦不转 再看看姐姐这边啊 啊这边就是常生活用的东西 你看人家摆的哈 就是虽然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但到底这块摆的 这样是一看就拿了 从厨房的灶台再到放杂物的阳台 物品的摆放 能看出来刘大姐是家务能手啊 刘大姐说女人嘛做家务那是分内知识 必须要做好 我才看着姐姐这还有百合花啊 啊这是前天吧 前天还是喜欢买的 她是经常给我买花 就是家里差不多没了的时候她就给你买 就喜欢百合 常年不断 常年这不断 你没看她墙都都那啥呢都秤黄了 人说爱百合花的女人都是温柔体贴 这些又有点内敛含蓄的女人 红娘多少感觉出来刘大姐具有这些个气质 姐姐平时的性格有没有小公主的感觉啊 有没有 以前有现在没了 以前真是 现在没宠我了 你是以前你老公没少宠你啊 她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人 她就是怎么说 为什么说我说我要再找的话 一般人进不了我的心 她是建功集团 开发公司的 也是一个副经理 长相工作 这个办事能力 所以说我家人都说别比了 找不着那样 外边说啥 我那就是上班 上班回家以后做饭 做饭以后 我那孩子接送上学什么的 然后消除屋子 其他外面的事都不用你管 外面是什么都不管 在刘大姐的眼里 丈夫就是她的天 可有一天 她的天却塌了 出了一宿一直打着降压 降得挺好 降到一百七 后半夜三点 早上六点她还跟我说话呢 问我几点了 我说咱再坚持两小时 八点以后医生上班 咱们再赶紧系统去检查 点点套 七点钟 我都不知道就走了 我就在跟前 我都不知道她眼前 最后她没有 就是心梗了 没有脑出去 心梗了 然后我就后悔到哪 我说就是 难怪你有病吧 脑也算也行 啥都行 你给我 给我 给我几个月 或者给我一年半载时间 我刺激错了你 然后给我刺激够了啊 你走了 我也说我错了 太时间太太太 那啥了 刘大姐遗憾 老公没给她留下一句话 更遗憾老公 没给她照顾的机会 可适者已适 活着的人还得继续生活呀 于是半年前 在孩子们的鼓励下 她就报名了原来不完 可惜呀 上次相亲没成功 直到最近看到了 马华马大鹅的节目 刘大姐觉得 好像自己的缘分要来了 我觉得她啊有几点 一个是我喜欢她的这个个儿 我喜欢高个儿的 我不喜欢高个儿的 嗯 然后呢 我看她姐姐还切菜呀啥的 那天见那两个女嘉宾 我看她做的都挺好的 嗯 原来还挺 还挺 还挺笨作的啊 然后还有点紧张 那个样子 都只都看出来了 我嘴都说 我好像瞅得挺顺眼 嗯 就这么的 咱们有点争取啊 有的时候你真的 那不说了吗 你要想那么赶紧打电话 嗯 那咱争取一把把她打的电话 哈哈哈哈 听刘大姐描述着 对马大哥的喜欢 猴娘打算 带刘大姐见一见马大哥 看看俩人能否擦出啥 爱的火花来 这个是刘玉杰刘大姐 啊 然后马华马大姐 你好 这个就是 喜欢你的 其中的一位大姐 嗯 我先上楼 来坐吧 嗯 你没发现大哥 那边有点变化吗 对对对 头发白了没人 这是本子 哈哈哈哈 后悔了吗 后悔了吗 没有没有 没事 嗯 头发无所谓 但是我这头发底下 我现在都很有黑人的 我不在黑白 没事 挺好的 比那个电视看上还要亲切嘛 嗯 就是丑的 这个人 还是我想 喜欢的那种吧 是我想要的那种吧 但我对她印象还是不错啊 我爱人是 就是属于突发心梗那种 就特别快 嗯 九年了 马上就九年 白一分九年了 这些年我就跟海仔一起过 就海仔结婚三年 不能过三年了 嗯 你自己过多少年了 九 九六年开始 九六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二十五六年了 嗯 嗯 大好时光哈 二十多年全那啥了 全自己独身了 也没黄废 也没黄废 嗯 不黄废 什么叫没黄废啊 哈哈哈哈 就是也学了不少东西呗 也干了不少地方呗 我心没黄废说 中间我也 我也那啥了呢 在感情上 在感情上 那个她无所谓的 你知道吧 都一开始都不想的也是 最理想的 我是想找 虽然我不想找黎废 嗯 但是现在你就想 人好的话 离了 要说我都问她 离了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就没有啥来往 刘大姐说 其实一开始 对马大哥离异这点呢 她还是有点在意的 但随着接触到马大哥后 她对马大哥的好感度 已经大过了 这些个小问题 收养多少流了吗 我没有收养 就是在楼下 就在小区 然后在我家楼下 反正这么多年 我跟你说 十二年了哈 十二年 就是我每天都给他们送粮 嗯 就天天的 一天不辣的 跟我一样 送一盒 你也送啊 喜欢动物 喜欢猫 但是我不养 我也是 我也喜欢 对 我们家楼下那个 有一个 她家小猫 怎么也买肝 买点肝 买肝吃 买肝吃 我一张一晃了 离老远收就跑了 那这一点还是有共同的哈 就这个 就是说人说 有那么个说法 说人就是 喜欢小动物的人 都是比较善良的人 还行不错啊 因为人从她说 小猫 流浪猫流浪狗 我喜欢 我也喜欢 我俩同感 对于喂养小动物的事啊 这俩人还挺同频的 随即 马大哥这热情主动劲上来了 那啥楼下有瓜 有水果还有葡萄 我去洗一点是呗 行 行 洗吧 那咱们去洗去呗 那行 那咱俩一起洗 我就洗 我给你先请一下 你咱一起洗去吧 我去求呢 你洗呢 还是求的 起完求了呀 我也不咋吃水果 我叫你们来吧 我们准买点 给你 这儿啊 谢谢 这瓜一定好 多好 这瓜相当的好 还有洋瓜 这瓜相当的好 你看谁吃 咋说呢大姐 哎呦 我最会买瓜 一看就好吃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个 味道都是甜的 对呀 味肠子主要是甜的 对呀 这个不如那个 哎呦大姐 你真是挺有生活长期的 我吧 我最会买一个 鲜瓜和木耳 蘑菇 但是呢 不会买口红 这不明白 我可以帮你介绍 我可以帮你介绍 哈哈哈 你会买口红 口红啊 不能关上了 口红这些化妆品 我还有点难得 你也让你讲讲 可以 我可以找朋友 帮你买一个 哎呀 从旁边站进去 一个男人 这是一家人 在这洗 洗水果啊 哪做饭啊 没有